漂亮的櫻花为公园增添了美丽的色彩 一共十四株山櫻花近日在宁安公园绽放 风景美不胜收 还有一旁的海棠花在公园的各处角落遍地开花 红色白色的花瓣装扮了公园的样貌 而上头的山茶花更是美得令人赞叹 那平常我们公园这个维护方面呢 在持栽我们都会不定时的再换一些草花 那木本的花呢是已经固定的 那就是注意修剪就可以了 那草花呢我们是按照季节来换一些 就是比较适合公园种的一些持栽的草花 那像现在我们大部分种的像都是这个四季海棠 因为四季海棠呢 它这个生命力生存蛮久的 大概可以到五月的左右 五月份的左右 它颜色呢又漂亮 它有四种颜色 所以种的密密麻麻的 看起来整个公园就很漂亮 在今年获得基优林理公园奖第一名的林安公园 到处都可以看到具有设计感的元素 特别是还有一只猫熊坐落在公园内十分可爱 公园内的设备也非常的齐全 还有设置健身器材提供民众来运动 我们今年林安公园能够很荣幸的 得到这个104年的台北市 全台北市的公园比赛 那很幸运的我们林安公园呢 这次得到了特优 那因为公园平常呢 也都是我们这些林长还有志工呢 一起共同来维护 也是亏这些林长还有志工啊 还有我们的园长 大家互相合作一起帮忙 因为有一次我在电视上还看到 有一个保险公司 也是到我们公园这边来拍 拍他们的广告 所以我电视上看到我也很惊讶 我们能够很高兴啊 还可以让这些可以利用到 所以介绍我们林安公园 这一些的特色 那公园的今年 我们就是有请了驱公所啊 那边有给我们 在去年的时候有送了一只熊猫 那也是我们大家抽签抽到的 那熊猫呢 也展现了我们林安公园的特色 是非常的可爱 镜头一转在公园旁边 有许多人聚集在这里 原来是礼尚开设的社区安全课程 林长志工们专注的听讲 了解灭火器的使用方式 并且透过实际演练 消防人员将火点上 林长志工们不慌不忙的用灭火器 快速的消灭火器 完成这次的课程训练 以防不时之需 保护社区安全 林长对于里内环境 以及安全的用心 相信许多居民都感受得到 记者温宇军采访报道 中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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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